什么?998就算超大呗 那可能是你没见过更加时尚 更加好看 更加大气的吉利欣锐 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烟车官X 我是薇薇 提到吉利欣锐啊 其实各位已经不是很陌生了 因为这款车型已经上市四年之久 可以说是它不仅仅是从外观上面进行了一些升级 更多则是在品质上进行了提升 所以说我们如今看到现款的新锐 它依旧是一副经典的模样 也让这款车型成为吉利欣锐 十分标志性的品牌车型 而如今呢 清锐再一次丰富了它的产品线 推出了昆仑版以及富耀版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款车型究竟会带来怎样的亮点 首先我们来看外观方面 在吉利欣锐这款车型上面 我们发现前进气格山呢 采用了一个全新的锤铺式镀铬装饰进气格山 并且搭配上了全新的扁平化logo 让车头呢 看起来也是更加的时尚年轻 同时呢 这款车型也更多的采用了 如今十分流行的元素呢 就是更加扁平化 这辆车头呢 看起来是更加的优雅 力量感更强 来到后方啊 吉利欣锐这款车型也非常精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它在后方加入了一个叫做 惊鸿式尾翼的一个造型 而这样的造型呢 配合上下方这一条 贯穿了整个后方的镀铬装饰 进一步拉伸了后方的视觉效果 也让这款车型看起来是更加的时尚年轻 也进一步迎合了如今越发年轻的年轻消费者们 所以说这款车型呢 在我看来还是非常时尚的了 相较于四年前的造型 它也是进一步进化 来到内饰啊 我们会发现 新锐这款车型的用料是十分扎实的 就比如说我一打开车门呢 然后它会有一个很重的感觉 而这样的质感也是这款车型用料足的体现 同时呢 这款车型所搭载了银河OS系统 并且配合了华为生态 从而呢 营造出了一个华为生态的云感智能座舱 而这样的座舱的加持下呢 也进一步将这款车型的智能化大幅度提升 而且我们会发现这款车型内饰的用料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足了 比如大面积的软质包裹 然后以及更好的手感的软质用料 都让这款车型成为同价位内 无比香的一个选择了 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而在动力配置方面呢 吉利为新锐这款车型准备了两套动力纵程 一套呢则是1.5TD高效发动机 而另一套呢则是2.0TD中置直喷发动机 而1.5TD这套引擎呢 最大输出功率能够达到133千瓦 最大输出扭矩为290牛米 而2.0TD的这套发动机呢 最大输出功率为140千瓦 最大扭矩呢能够来到300牛米 而这样的一款引擎动力配置呢 也让这款车型在城区内的经济效应 以及它的驾驶的油门响应速度 非常直接非常迅速 也让这款车型成为同价位内独角兽的存在 而现如今呢 吉利新锐这款车型的 起售价更是来到了10.87万元 配合上其478518691469的三维尺寸 以及2800毫米的轴距 都让这款车型成为同价位内十分具有性价比的选择 所以说如果说998是超大杯 但是在轻锐面前可能也就是个中杯水平吧 好了这就是这一期的烟车官X了 我是薇薇 那就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